一般来说我就会发现这个75周年华旦大家都会想说谁跟中国大陆打电话有恭贺呀 传统上其实美国国务院都会在国庆节的前后有给这个大陆方面打电话 但是在国务院直到星期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应该算是打破惯例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祝贺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庆 据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在今天的一个爆料 说美国和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天安排习近平主席跟拜登总统通这样的一个电话 不过这个确实也印证了布林肯跟王毅外长会面之后 布林肯国务卿又表示说我们一致认为领导人沟通很重要 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和几个月内看到双方的通话 谦哥帮我们分析一下有什么好通话的 是事后来祝贺我们国庆节快乐吗 坦白说中美不是朋友 中美现在是对手 也不是竞争者 不是合作者 不是竞争者 其实就是明明白白的对手 拜登政府的这一任的阁员都准备要下班了 他们都要下台一鞠躬了 那我相信他们下台以后中方也对于这些团队 这些阁员也不是很喜欢的 也不是很欢迎的 所以他们未来也大可不必再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了 因为大陆的官员他们以后要见到可能是有点困难了 因为不管是拜登也好或者是布林肯 也没几天可以当了嘛 然后你也权力也不大了嘛 而且更何况目前的贺锦丽的选情 也不是自己吹嘘的那么好嘛 他现在跟特朗普就是百分之一的误差 那百分之一一般来讲 我们在民调学里面 是认为就是势均力敌的意思了 那另外在关键周中 目前也一直在产生变化了 所以民主党能不能继续执政 这个基本上来说是不确定的事情 更何况即使民主党贺锦丽赢了 贺锦丽会不会用拜登的团队 我们也是存疑的啊 那如果说是特朗普赢了 那又是另外一个团队上来嘛 那就重新再打交道嘛 我想这是我们一定会面对的事情好 那既然是如此 这个已经是进入黄昏的老人了 这些老团队 那你要跟习主席讲讲话可以嘛 那就是应付你两句嘛 反正我们也都可以预见 你拜登会讲什么话 习主席会讲什么话 也都可以预见了 因为第一方面 你不可能在谈话中 你得到什么好处 我中国会退让 没有退让的空间 也没有退让的余步 这第一个 所以你要在谈话中 取得你的谈话 对话的进展 我想这个就是保持说 我们还可以对话啦 那这个对话的目的其实是看看能不能十一月份的时候见个面吧 因为坦白说 如果今天在十一月就下个月 民主党选输了 那十一月份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活动 一个就是G20的国际活动 一个是APEC的国际活动 这两个重要的活动 你如果民主党选输了 您认为在整个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活动中 谁会是最灿烂 显慕的那一颗明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以所有的人都会围着中国国家主席在打转嘛 都在想办法安排给你讲话 包括莫迪可能就是那个露出那种关爱的眼神 就说习主席可不可以关爱我一下 你已经很久没有抱我了 太恶了 无法想象那个画面 我很久没有吃你的生日蛋糕了 可能会发生嘛 那美国拜登去还是不去 去的话就是一个毕业典礼嘛 然后很落寞的孤独老人 然后他的布林肯 苏利文那些外交团队 还有叶伦 财政部长那些人 去可能就没有什么人要跟他们搭理嘛 就是寒暄两句就赶快走了 因为我没有时间搭理你们 好 那如果是选输了贺锦丽去呢 那就更难看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赢嘛 因为他们要赢了 然后贺锦丽代表拜登去 那个贺锦丽就会成为一颗闪亮的信心 大家会围着贺锦丽 因为他是新的总统嘛 没错 马上要接总统 那贺锦丽就会成为美光灯的焦点嘛 那现在对拜登来说的话 坦白说 他现在在思考的是 他如何优美的身段下台 那优美的身段 如果中国大陆不给他搭个桥的话 他的身段不会优美的 哎呀一把年纪了 身段优不优美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要把腰给折了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